加州 13個縣用戶明天起或需要進行公共安全斷電 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表示 服務範圍內大約有5,800名用戶 由星期六早上開始到星期一 或需要進行公共安全斷電 PG&E表示 氣象學家只在監測到一個天氣系統 這個系統可能會由星期六早上開始 將北風帶來加州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區 並持續到星期一 由於這次偏北風的氣象事件 加上極度乾燥和乾汗的直批 PG&E提前向可能需要實施公共安全停電的13個縣 和兩個部落社區 大約5,800名客戶發送公共安全停電通知 而降低通電電力線引發野火的風險 在其中的幾個縣 預計有不到100名顧客會受到影響 這13個縣分別是 還有兩個潛在受到影響的部落社區 分別是Granstone Grandcharia和Catina Grandcharia 儘管這個週末某些地區可能會下雨 但是PG&E通知客戶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或者預計的風速仍然構成野火的風險 則可能需要公共安全停電 北沙加緬度山區的部分地區 可能會在星期六早上開始 像瓦堅河谷、沙加緬度河谷 和其他部分北灣以及Curt縣 可能會在星期日開始 具體取決於風力事件的時間 受影響的客戶 從昨天開始已經收到短信、電子郵件和自動電話的通知 客戶也可以在網站pge.com.pepeupdates 在線查找他們的地址 是不是屬於今次的公共安全停電範圍 網站提供13種語言的選擇 在公共安全停電期間 PG&E通過開設提供零食、水 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社區資源中心 為顧客提供支持 並與社區組織合作 幫助客戶提供醫療和獨立生活的需求 並繼續向客戶更新電力恢復的通知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